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开始就没有我这样的人 我平日里和你们一起哭一起笑 因此才得到了你们的信任 我不肯谁也没有伤害过谁 但是我唯一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给大蛇大人送去情报 而正在惹时凯特的船队 已经出现在他们的小船面前 船上的凯特手下 对旁边的人和赤脚们说 正如大蛇大人所说 果真有想和小船去鬼之道的家伙啊 笑死人了这些家伙们 简直难以置信 真的是那时候的赤脚们啊 还有我们的间谍就是你吗 凯商说正式在下 警官们喊着砍尘狼的名字 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 然而警官们砍掉了砍尘狼 指示提身 紧接着砍尘狼就抓住了桃之助 居然在港口上对他们大喊说 可以你们演到这里 我又算是尽了我演员的职责了吧 不过这次大蛇大人又让我羡慕了 他让我把桃之助带去鬼之道啊警官们 警官们措手不及地 喊着桃之助的名字 而正在这时 接着鲁飞多 三大最后世代大海贼 就从海底炸裂现身登场 陆飞船长兴致勃勃地说 在大海上 海贼才是你们的对手 等候内容绝对堪称炸力高能 而一关砍尘狼是内进的环节 请大家直接去 3267海东专题 已经5617海东专题 我们采访不传不久的 黑坦砍尘狼考古 还有个好消息是下周不休看 好了本期情报就这么多 我是浩元 我们下期再见